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 呼吁市民好朋友利用年前时间大扫除 一起创造清新干净美丽新基隆 基隆市在主要的街道 甚至在市中心有时候也会看到 其实有蛮多随地可以见到的垃圾 那这个都是我们未来要努力去改善环境 非常重要的环节 所以今天的这个志工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如何共同大家来打造一个 良好的一个干净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最重要 要做的一件工作之一 环保局长马仲豪也提醒市民好朋友 清扫完后的一般性垃圾 务必把垃圾袋开口绑紧 如果是碎玻璃或是尖锐物品 请务必先用报纸或是麻布袋包紧后 再放到塑胶垃圾袋里面 再拿到垃圾车丢 减少清洁队员或是民众被割伤的意外 环保局也要呼吁大家 现在在年节的期间 请大家一定要趁早把大家的垃圾 来做一个丢弃跟整理 那同时呢 针对一般垃圾的部分 也呼吁市民能够扎盐扎牢 那如果大家要丢弃比较尖锐的物品 像是碎玻璃等等 请大家可以用麻布或报纸 把它包得延时一点 一方面呢 大家在民众在丢弃的时候 也可以保护大家的安全 清洁队 队员帮大家处理相关的垃圾的时候呢 也可以见可能的不要受伤 这个部分再请各位市民多多配合 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另外为了清扫环境不乱丢垃圾 以及爱护地球的观念向下扎根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梁 也到妇幼馆内 导读环保绘本故事 给幼儿园小朋友听 寓教娱乐 人家好几口 全身都被淋湿了 然后 除了导读绘本 谢国梁也带领局处首长们 和小朋友实地一起 擦拭整理书柜 清洁整理环境 同时也玩起垃圾分类的 有奖争达趣味游戏 让这群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从小了解分类垃圾 爱护家乡基隆 和地球环境的重要性 那读这个绘本当中 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到 环保的可贵 并且要爱护动物 然后呢 要有这些环保的意识 那刚刚我们也现场 教他们做垃圾的分类 让你们看到很多小朋友 虽然还在幼稚园的这个 学龄阶段 可是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如何做垃圾的分类 我觉得这个是 小朋友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但是唯有这样子 从小去培养 跟从小教导他们 做垃圾分类 我们整体才会有一个 非常环保跟干净的城市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 一起来努力 把基隆变得更好 更整洁 尤其我最近不断一直讲 我觉得我们基隆 对于整洁这方面 对于干净这方面 真的还有很大的 努力的工作要来做 希望我们能够 共同来把它落实完成 小朋友们都分类成功 也获得小爱爸爸 谢国良市长的奖品鼓励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小朋友都好喜欢 拍头一转 江汉筋 江汉筷 立正 市长 来到金融市消防局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春节 慰问金 提醒同仁们休假要好好休息 过年期间 其实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也特别的 请我们消防局的同仁 包括我们局长在内 该放假的时候 一定要放松自己 要好好的休息 但是值班的时候还是要打起精神 因为毕竟过年期间 我们也很担心 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要随时让我们的消防的同仁出动 不管是救灾还是救助 我们都希望市民财产 市民朋友的财产安全不要受到任何的影响 尤其他们的健康 那这个都是未来我们要拜托消防局的同仁 在过年期间大家要继续努力的 市长谢国良在消防局长陈龙辉陪同下 为免川执勤的消防局一小同仁 随后前往勤务中心 及防灾应变中心 了解业务运作情形 我们指挥开启教育 平均一天大概收到多少电话 是我们一天大概两百公电话 我们一年的救护大概一万七千件 一年一年的救护量一万七千件 火灾大概两百多件 我是从来没有替过来过防灾中心 那当然是能不要来就不要来比较好 不过我也初步的了解一下 未来包括台风在内要如何应变等等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预做准备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一看到全忙的阿首姐 立刻上前给予拥抱问候 阿首姐也同样回报热情的欢迎 快过年了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昕 特地一起到住在中正区享风街 探视现年82岁的市长阿祖 阿首姐黄张首女士 并且致赠身心障碍春节慰问金 阿首姐也特别感谢小爱爸爸 在她当选市长前就有使用到 小爱爸爸推广的青年志工服务计划 真的啦这一年多啦谢谢你 本来你没有来我想教养消息 我给你谢谢 谢国良则强调将把青年志工服务计划 导入政府体制内加以推广 服务更多需要服务的民众 有很多年轻朋友出来做志工 要让他们备你 可以自己走一走 去办一个事情 或是买一个东西 或是看一个医生 或是看一个医生 我们打造最有爱的城市的一个环节 就是要让青年朋友要做更多的志工 因为青年朋友出来做志工 我觉得也可以让他们看到 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很值得做的公益 让他们来推动 推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会让他们更理解 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一件事 只是我们要找好的一个制度 让他整个威胁 并且像我当年就是筹备了一些志工人力 但这个人力远远跟政府的行为来相比 是不足的 但我今天很开心碰到阿嬷的时候 我不知道原来过去那个志工 我不是有博物过一些人 没想到刚才我服务过阿嬷 这个原本我今天来以前也不知道 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志工的环境 我希望在基隆未来能够大量的提升 那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青年志工计划 未来我们打算招募大批的青年志工 大家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一些活动 那做志工的时候是一方面可能是帮助阿嬷 可是一方面也可以让志工朋友 更理解到这个社会 其实有很多很值得做 很可贵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阿守姐也预祝小爱爸爸谢国良 四年后继续连任市长成功 她和先生就可以再参加一次 市政府举办的钻石婚礼 请小爱爸爸颁奖 逗得现场气氛 既温馨又开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恭喜 红包打了 还要 还要 红包打我这边多一点 画面上是基隆副市长邱佩玲 发红包给伊甸院民跟小朋友 并且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现场气氛温馨有爱 副市长邱佩玲 同时也代表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 赠送新年的加菜金给伊甸 希望大家能过一个温馨的农历新年 这次伊甸规划了这个幸福土幼迎新春 移养时年菜季新书发表 邀请各界贵宾参加 主要介绍食谱提供给牙口不好 跟身杖的长辈可以来参考 副市长邱佩玲认为这个规划非常好 也想起自己的父亲邱创患 晚年生病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食谱 对长者的健康帮助真的很大 我感触很深 因为我自己父亲96岁往生的 在他往生前的时候 他的牙齿不太好 那当时我还找了医院 来帮他配那个 一天要多少卡洛里才适合的 每个菜 其实就像他们讲的 我们可能打成泥 或做起来没那么好吃的感觉 但是营养是够 如果当时有这样的食谱 我相信他会吃得很开心 老人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营养 有营养就有抵抗力 刚才区长告诉我 说他的父亲到106岁 那其实我也很感触说 如果当时我父亲 如果在有这个菜单的话 或许他现在还在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他可以照顾所有的老人 老人是很重要的 那很了不起 这个菜单我刚刚也试吃了 他真的因为营养要做得很好 他一定要加很多的油 他可以做得很好吃 但是并没有油 对老人健康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很感谢 一店可以在这个睡末期间 提供这么好的菜单给我们大家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样子一个研发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让住民们 可以吃到一些食物的原型 然后呢 不要破坏它的味道 那在材料的制作上呢 我们就以当地的一些食材 然后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一个料理方式 那有别于有一些机构 可能他们就是用 把它混在一起打碎或是搅食 会破坏那个食物的味道和颜色 甚至于形状 那因此也想说 借着这样子一个过年 在围炉的时候呢 我们想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把它给推展出去 那也让有一些家里有长辈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住在机构里的一些单位 那也可以有一些参考 那我们也 因此也出版了一本书 是属于营养食食谱 那就是我们近年也 除了做正常的餐饮 还有我们基隆当地的小吃 我们也把它给引进来 那如果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或是觉得有兴趣的 也可以跟我们生脏中心索取 那我们就会免费的来提供 这样子一个资讯和讯息 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身心障碍复利中心这边 又发现说 他们特别为了长者 做了这个泥状的食物 大家都知道长者吞咽困难嘛 然后这样设计一个色香味俱全 让长者的这个营养补充 也可以没有问题 我想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们拜托大家再给 伊甸基金会一个掌声好吗 未来呢 我们市政府跟市议会 一定会好好的合作 希望让基隆可以 未来可以共好 那也可以继续关心我们的这个 小朋友 关心我们的愿民 我们会持续溢出相关的资源 有需要的话 也请不吝啬地跟我们指导 那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兔年行大运 谢谢 谢谢 乐迷们为了感谢各界贵宾 还特别表演了一段 啦啦队的舞蹈 炒热现场的气氛 另外 救国团的真善美联仪会 也共同响应这个爱心活动 捐赠加菜金给愿民 希望传递在地的爱心 然后让基隆这个城市更温暖 幸福如永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画面中是伊甸邀请的营养师 翁祥玉 在现场展示 即示范三道菜 还有一个甜点的年菜套餐 目的是希望让长辈 和身心障碍朋友 在家中也可以享用 安心 营养健康可口的年菜大餐 让弱势长辈可以更健康快乐 参与的议员们 也都感谢伊甸的分享 那主要就是我们有 红韵当头 就是上面可以看到的 再来就是步步高升 跟年年有余的三个主题 那我们就分别来 一个一个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第一个红韵当头 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 红烧狮子头啦 那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 因为我们有猪肉啊 豆腐红萝卜的 所以口感是绵密 然后味觉层次也很丰富 那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的第二道是步步高升 我们使用的是 萝卜糕当作主题来制作 那一样 它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我们 我们是自己做的萝卜糕啦 那其实如果是外面 市面上要买的话 可以去买素食的萝卜糕 它会比荤的相对来说 比较柔软 那比较绵密 层次感也比较丰富 我介绍这一个就是 鱛鱼沙沙 那番茄沙沙 那像这一道呢 就是一个鱛鱼 那鱛鱼其实对我们的长辈们 在蛋白质的摄取 还有一些丰富的一些营养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番茄 因为番茄对我们的一个生理 和一些智力上的一些 助长也是很好 那我们会使用一些 那个马铃薯泥 也是搭配在里面 所以它的一些淀粉质 和一些糖分它们其实都含有在里面 那我们呢有一些枣海枣 我们把它弄碎了以后呢 放在里面 那所以它其实在这里面 它就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价值 那像这些呢 都是属于比较软性的一些食物 那我们可以把它们都做好之后 然后再把它分成一份一份的 这样做好之后呢 让长辈在吃的时候 可以一口其实它就可以吃 那吃了之后它其实很软 那软化的时候其实让它在吞咽的时候也很方便 而且我刚刚看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棒 用天然的食材摄香味俱全 尤其是步步高深 因为我们家里都有很多那个年糕 都不知道怎么弄 然后它教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 那些年糕能够更升级 因为它用了那个蛋黄下去 来加上我们的萝卜糕 让我们有步步高深的感觉 然后呢 它刚刚又有这个芋头 那遇见幸福 让我们能够吃到芋头 然后又吃了 心里又喜滋滋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它用那个番茄 还有我们的这个天然的那个茄红素 然后加入我们的食材里面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吃的 真的是看到这个看到颜色 缤纷的颜色 真的是吃了心里也很开心 我们第一个就是让长者呢 吃的健康 而且吃的安心 还有呢 更顺口 更爽口 而且呢 我看到我们的菜色名称 刚好有一个遇见幸福 它正好呢 是私域呢 我们的一直以来的slogan 但是我这个玉的话是这个 上面一个日 下面一个例 也是芋头的芋啦 祝福大家呢 我很期祝大家平安吉祥 健康大胆情 这个对特别是年长的 特别有意义 特别有帮助 那也就是说 伊甸非常用心 然后把很多的年菜 特别为我们这些年长的来设计 那我想过年到了 大家也都非常需要聚在一起 怎么样吃才能健康 怎么样吃才会好吃 怎么样吃才容易吃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想这是伊甸对我们社会的贡献 也他们的爱心 这个规划让弱势与长者 可以更有尊严的享受美食 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都相当有帮助 声音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也欢迎常召相关机构 或有需要的民众来索取食谱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声明朋友大家好 小爱爸爸在这边向大家拜年 在新的一年 基隆全新的市政团队 要努力来为大家服务 为市民做更有感的政策 打造亚洲最有爱城市 基隆会变得更棒更美好 我是小爱爸爸谢国良 祝大家新春兔来报 羊眉吐气 红兔大展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台咖喉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志伟 新的一年 我要特别祝我们各位市民 兔药新城 那新的一年 志伟会跟所有的议员同仁 一起来努力 一起让基隆的市政更美好 一起监督市政府 那近年台湾的风风雨雨 志伟认为 帕等出鼓点都用 我想台湾未来会更加的坚强 那我想我们在 自由民主和平繁荣的 这个基础之下 我们台湾的核心价值 我们一定会掌握好 那我们也会带领着 我们基隆市议会 跟所有的议员一起努力 还有民众 我们大家一起 继续让基隆更加的进步 让基隆人持续的骄傲 市民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在新的一年里秀玉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和家平安健康 各行各业 红兔大展发大财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谢谢 我们这边是黑猪肉 黑猪肉的那个三比七 那我们有高丽菜 有冬粉 有葱 有姜 水饺里包入内馅 有猪肉高丽菜韭菜 在港都姐妹协会成员的巧手下 不到十分钟 一颗接着一颗 内馅的东西就是猪肉 高丽菜 韭菜 香菜 葱 香油 冬粉 冬粉丝 一大早 中兵里民黄金中心 飘散着浓浓的香气 一整桶搅拌均匀的水饺内馅 准备上桌 要慰绕辛苦的警察同仁 建有港都姐妹协会理事长 市议员吕美玲 延续11年号召会员 大家出钱出力 在过年前要包水饺送给人民保姆 过去我们都是在分局里面包 但是自从疫情开始以后 这三年来 我们就承蒙里长的协助 我们都来到中兵里 里民活动中心来包水饺 那这累计下来的话 这三年我们已经包了超过10万颗的水饺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 跟里长的合作 还有里民 大家一起来 跟我们金融市港都姐妹协会 一起来把这个爱信传送到 这个警察 警察同仁 让他们能够接受到 我们软软的这个爱信 我们都是跟着疫作的一个心意 就是希望说在这个 这个时节过年时节 因为警察他们也很忙碌 也有家人没有办法回去陪伴的 那我们希望我们一点点心意 给他们一点暖 一个温暖 那我们希望说他们为了我们 人民的一些保护 那做的牺牲 那我们也付出一点点的爱给他们 我今天没有包那么漂亮 因为平常没有在包 也没有像这样婆婆妈妈 就是包得这么好 就是一个心意 我跟妈妈是从比较远的地方过来的 就特别请了半天的家 黑猪肉75斤 高丽菜105斤 水饺皮132斤 在物价高涨情况下 光是食材费就要7万多元 一整天下来 总计包了13000克的水饺 就是我们美玲姐 李美玲议员 她带领我们姐妹 一起早上八点就过来这边 切菜洗菜 一起来这边做工艺 我们这个活动 来李明会堂 他们包水饺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来李明会堂这边包到今年第三年了 然后现在原物料一直涨 肉也贵菜也贵 那因为我那个警察单位 他们的辛劳 比跟我们这些原物料上涨的 没办法比 因为他们的辛劳是比较辛苦的 刚包好的水饺 立即送到警察局 警察同仁早就迫不及待 赶紧下水饺大块朵頤 过年期间上深夜请 都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那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我们只剩泡面 那时候就会翻冰箱 就会看到一座的水饺 那时候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煮一煮 就像那个小老鼠一样 那个什么冰箱的那个水饺 每次早搬的人就 怎么又少了一盒 又少了一盒 有时候同仁你到了深夜 那肚子都会很痛 那如果没有东西吃的话 那真的很难过 那水饺刚好随时都可以下 那也可以提升 提升我们警察的蛋肉力 对 口感喔 它口感是真的不错 因为它不输给外面的水饺 对 搭配就是又驴宇座的爱心 驴宇座真的是驴宇座里面 我们感觉是最有爱心 李美龄议员 率领我们的港督姐妹 那我想这每年都对我们警察局还有警销 还有海巡的同仁在 睡末之际啊 送来这个满满的爱心啊 让我们这个感觉感受到过年的一个气氛的一个 一个温馨的感觉 那港督姐妹会的成员啊 我想他们这个对于这个警察局各方面啊 都持续在替我们有在加油以及支持啊 我们有非常感谢 岁沫寒冬 许多家户在团圆围炉时 执勤维护村安工作 港督姐妹协会十一年来送暖 让警察员温暖在心头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连续第22年亲自到警察局第三分局 制赠泡面以及春联和议员红包 慰绕辛苦执行春节前后工作的人民保姆 慰绕物品由分局长林文玉代表收下 我觉得肯定的地方在我们三分级林分局长指挥下 在我们整个治安 我相信我们市民都有感受的 各方面我们都在我们前世的评比都名列前茅 那尤其在春节前夕 耿辉小小的议事 了表我们地方的民意 对我们这些单位的尊敬 三分局对于义座 还有对于张耿辉义座的团队的所有伙伴感到感谢 那三分局这边在此也做个呼吁 因为廉价有十天之长 那这十天当中我想这几天 各位民众也都会到附近的 包括男性市场还有百福的市场做采买 那分局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人潮拥挤要注意自身的财务 那另外呢因为十天的廉价 那可能天后也会有一些状况 那包含我们的民众也都会举家外出 那除了要注意本身的住宅房切之外 另外也要特别请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 随后张耿辉和服务处志工以及助理们 也到包括公车处分站以及消防分队制证炮面和春联 为他们加油打气 公车处在春节期间也有加开这个联合专车 是从那个春节前三天加开联合专车 希望市民可以多加利用 那春节期间我们除了到竹系到大棉竹山 公车有一些调整有一些简单以外 那出事以后都恢复正常就服务我们的事 张耿辉也呼吁民众经过警察分局或派出所 以及公车分站消防分队以及宪兵队等这些过年 仍然不休息辛苦为大家服务的单位时 可以向他们打个招呼谢谢他们的辛劳 市民好朋友在春节期间有经过了这些单位 记得跟他们问候打哪去或许他们心里会更精神会更加振奋 今年总共慰绕包括锦销及公车处和环保局分队 巡守队等25个单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有民众反映 基隆市安乐区新西街207项一带 从去年10月底自来水公司开始挖入更换老旧水管后 就陆续容易停水一天到好几天不等 居民苦不堪言 你过过啦 施工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施工后再衍生这方面的问题 20几年从来没这样过 挖在这边 你挖在这边都真的 都没有水了 才有二六啊 人在一起啊 对啊 不要换粉而没事 换了粉 对啦 肥义变恶意啊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得知消息后 特地到现场办理会刊 要求水公司三天内一次解决问题 让居民可以在农历年间用水不予匮乏 今天预算了你知道吗 太久换新之后 然后要我们来负担这个马达 这没不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他只有来几个小时而已 所以说我跟你讲 不管来几个小时或什么 你叫我们安装任何一个工具都是不合理 因为原先没有这些问题 对啦 为什么太久换新 应该是让我们更方便 10月26号 过来就变这样了 对 宋伟丽的要求也获得水公司的允诺 会确实找出问题进行改善 宋伟丽强调 他也会继续盯着水公司处理好这件事 让新西街207项居民过一个不用担心没水可用的农历新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咯 什么 没办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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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咯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只要一级终于上了 不希望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